MING PAGE OK 那我们到了终于从 Ann Arbor 然后搬家Lews 就是开雨后搬家搬到了这个Boston 我们现在第一步要干什么呢 就是第一步就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 Ebiquity的这个Wireless给它设置好 对这是永远对我来说是第一步 对然后我们会把这个服务器和这个网络 基础网络全部设置好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心的开始搬家了 好那我现在就带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Pantry间这个机房的这样的一个房间 你看这上面还被我贴了这个 Danger Electrical Equipment Authorized Personnel Only 只有受权的人员才能进入我们这个机房 对吧我们到时候可以再加一个密码锁 对然后这时候我们把这个门打开 然后就看到我们这边有一个弱电箱 它这个既可以就是把这个两个线引出来 然后呢而且它这个弱电箱特别大 我感觉就是这样的话 就是非常方便我们放各种网络设备 我们打开这两个Tabs 然后就能看到我们所有的设备网络设备 这是我这两天正好去这个Micro Center 直接去线下买的 就是我觉得在美国有一点就特别的爽 就是能直接在线下的这个Micro Center 买到Ubiquity的所有大部分的设备 它连那个Dream Rack都有 我觉得就是能在线下买到这个体验真的比你去线上 等它寄过来这个体验真的好很多 那这里呢就是一个Ubiquity的一个Switch 一个PoE Switch 它是有四个PoE口和四个regular的正常的签照口 对然后呢这个是我们的Zimmer Board 它是我们的主路由 这个主路由就负责我们的这个分流 就是我们把它链接回我们上海和深圳Office 这样的一个内部网络的一个主路由器 然后它上面有走了三个VLAN 其中有一个VLAN就是走Local Network 就是本地网络 其他两个是走了自动分流 然后会自动走到我们国内的这个出口 OK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Unified Cloud Key Gen2 它这个是一个Unified网络控制器 它能控制所有的门禁 它的这个安防 然后还有它所有的AP的网络系统 然后包括这个Switch 这个交换机也是通过这个控制器去控制的 那我们之前呢是把它部署在了一台服务器上 然后去用了一个Docker去运行它 但是呢我们现在为了它的整个 整个integration 它整个完整度 我们把它换成了一个硬件 我觉得是非常好 它是通过PoE去供电的 然后它就是通过一条线 从这个Unified的这个PoE交换机 直接供电到这个Unified的controller上 一根网线 它既传数据又传这个电 然后这个呢就是Stari Networks 就是我们的这个网络营商给我们提供的这个 我们可以把它叫这个叫什么 同轴猫吧 对我们平时叫光猫 但是它这是用同轴传进来的 它从外面一路从机房一直拉到这边 然后是一根同轴 也就是我们平常比较熟悉的是一个这种电视的那种线 然后把它转成我们的这个一个Ethernet 就是这个以太网络 它是这样的一个做这样的一个转换的功能 然后通到我们的这个主路由ZEMA Board 然后上面跑跑着我们的OpenRT OpenRT做好了这个Net以后 给到我们的这个交换机 然后这个POE交换机又通过这个网线 然后又供电又供网 把它供到我们的这个三个AP上 一个是在房间 然后另外一个是在客厅 还有另外一个是在主卧 这三个AP都是通过POE去供电的 然后一会带大家去看我是怎么去安装这个AP的 特别很有意思 在出租屋去做这个安装工作 然后呢我们这个因为是一个出租的公寓 所以就是所有东西你不能特别就是破坏它的这个这个弱电箱 也不能说把它东西给它拆了或者怎么样 所以呢我们这次用的完全就是这个 我觉得特别推荐大家用这个 就是叫3M的这个魔术胶带 然后我特别喜欢的这一点呢是什么呢 就是我可以随意的随意就把它拉下来 然后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背面 这个背面它就是这样子贴到你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Unified Cloud Key上面 然后当你要换位置或者什么的时候 你只需要把它拿下来 然后比如说你要插线啊什么东西 当你用完了以后 你可以直接把它放回去 像这样子 一按 然后魔术胶带就把它贴在这个这个弱电箱里面了 这是我超爱的一个功能 好 那这个弱电箱我们讲完了 呃我们把它关上 然后大家能看到这边有三条线引出来 那上面这两条线呢是一个网线 是从我们刚刚这个PoE交换机里面的非PoE口出来的两条线 一个接到我们这个服务器的这个iDrag上 就是我们的这个服务器的管理器 另外一个是接到服务器的网卡上 然后我们这个服务器上是跑的EXSI 也就是这个虚拟化环境的 然后下面这根线呢就是从底下的这个排插 拉一根线出来给我们的这个服务器供电 具体我们这个服务器干啥呢 主要就是我们会跑我们公司的一些服务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这个会跑一些Docker 在Docker上跑一个Home Bridge 然后让整个家庭变成一个智能家庭 比如说把Google Nest连进Home Bridge 还有各种摄像头 把它连进我们的这个服务器 再连到这个HomeKit里面 好 那我们现在这边就讲完了 我带大家去我们各个房间的AP 看我是怎么用非常花式的方法去安装这个AP的 好 那我们现在就到了这个 我们要安装客厅AP的这个地方 那这次呢 我们选用的是这个U7 Pro 那这是一个现在刚出的这个Ubiquity的这个路由器 然后我刚刚就之前去这个Micro Center去把它买了 直接买了 然后呢 那正常来说我们要安装这个AP呢 我们要把它安装在这个墙上 那正常安装的话 就是我们是要去做一个打孔的 打到这个墙上 把这个backplate这个背板 打到这个墙上 然后把这个AP安装上 那这是一个出租 所以我们也不好直接给人家就是打穿这个石膏墙 然后到时候等走的时候还得去补墙 这个多麻烦 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个Command Strip又出场了 我真的超爱这个Command Strip 我们只要把它安装在这个背板上面 这样子把它一撕 然后把它装到这个背板上 两条 然后在它背面再贴上 用它 它因为是一个这个 魔术贴材质 我们把它贴到这个上面 其实随便一贴就好了 有稍微 能能对得上 按得老一点 然后把它这个接掉 接掉以后呢 我们只要找一个我们想贴的位置 就把它装上就行 好 我们把它按上去以后 这个时候就只要把这个 我们已经安装好这个 RebookCity的这个PoE线 把它放在下面 我们就可以把它安装上 这样 好 那我们这个客厅的这个AP就已经安装完成了 然后它是通过一条线 既供电又供网 供到来到我们这个AP上 这是一个U7 Pro 然后它也支持我们的这个最新的这个WiFi7协议 然后呢 我们后期想把它接下来 或者说把它要换一个其他的稍微微调一下位置 也非常简单 就只要这样 一接它就下来了 然后后面它就是这个魔术贴 然后你要再把它按上去 就只要用力再往上一按 它就上去了 非常简单易用 好 那下面我们就去我们的这个房间 去安装我们的这个AP 好 那我们这边呢 是其实是把这个面板给拆了的 然后它这个面板呢 原来是 它是一个keystone面板 然后它是原来是和这个上面连接的 然后是这样子连在这个面板上的 那现在被我拆下来以后 我们要做一点非常thought的操作 OK 首先呢 你就是要找一个像这样的白色的这种扁平线 然后这个扁平线呢 把它接到这里面 然后这时候你把它这样塞 塞塞塞塞塞塞 塞进去 对 塞进去以后 你把这个头给它穿过这个面板 然后再把这个螺丝给它锁上 好 那我们现在这个面板已经装上了 这个时候我们只要把这个PoE网线 塞到这个AP里面 然后它就能 你就能看到它灯已经亮起来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只需要把这一个 还是拿出了我们这个command strip 贴在上面 然后把另外一头贴在这个面板上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线网里一收 然后它就贴在这个面板上 是不是非常的elegant 好 那我们这边的AP安装完了 然后主卧的AP 这一期其实也是这个Ebiquity的这个U6Lite 因为在卧室里面 我们其实用U6Lite就够了 在这个客厅里面 因为可能设备比较多 所以我们用了这个U7 Pro 新说U7 Pro 然后这个是我们从 老的那个公寓那边移过来的U6Lite 非常不错 好 那我们这一期的Peter Tech 家庭网络安装教程就已经结束了 如果你们想看到更多的相关内容 那请subscribe我的这个频道 然后我后面也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家庭 或者说一些中小型企业的一个网络安装视频 下期见